焦点APP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世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APP 南海区域的主权争议以及予权纠纷 在近来颇受各方瞩目 尤其是中国大陆近年来在南海岛礁的建设工程 更是导致南海紧张局势一再升高 那么对此马云九总统特别提出南海和平倡议 希望以搁置主权争议 共享资源开发的方式 达到促进南海区域和平的目的 那么在今年的6月6号 海巡署也宣布最大顿级的巡防救难舰高雄舰正式成军 并且随即由海巡署署长王从宜王署长 全程坐镇保密出海 执行碧海操演 并且守航南沙太平岛 那么这也是南海主权申索情势 在中美关系紧绷之后 我国高级长官首度亲自坐镇寻意南海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海巡署署长 王从宜 王署长 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碧海操演的目的以及任务 以及政府对于护鱼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署长你好 你好 是署长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一次我们海巡署最大顿级的高雄舰 在6月11号 由您亲自率领 首航的南沙太平岛 可不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碧海操演的目的跟任务是怎么样的 我是在今年的6月11号 那么上午9点钟 从我们高雄港 就是新成军的高雄舰 从他驳靠的码头出发 那么前往南沙太平岛 事实上这一趟任务也不是什么秘密 这个媒体说是秘密出航 好像里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东西 其实我是配合我们海巡署 就是南部机动海巡队 例行的避海专案的操演 因为我们南沙基本上大概每一季 都会有一次就是大型舰 那么执行碧海专案 那因为最近台湾跟菲律宾 至今的这个海域 发生过数起 我们的渔船 遭受这个飞国这个海巡舰艇 就是扣押或者是登检的案子 是 所以我就利用这一次避海专案的操演 那么搭上这个新成军的 三千顿级的高雄舰 往这个南沙太平岛 事实上我一方面就是 因为端午节也快到了 我去岛上看看我们的弟兄 他们也非常的辛苦 这大概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既然是配合这个避海专案 那么我要求我们的同仁 那么高雄舰就绕到 这一次台飞比较有争议的水域 我也看看我们同仁 在那个地方互雨的情况 所以在北纬18度附近 就是我们政府所公布的 渔船作业栏界线那个地方 就看看台飞海域之间 那么政府我们其他同仁 大舰在那个海域互雨的状况 这是我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 我大概就是前往南沙太平岛 去看看我们那边码头的工程 因为南沙太平岛 最近有一个基础建设 就是建设一个码头 新建的码头 我一方面去看看这个码头的工程 它的进度如何 因为毕竟这是太平岛上 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第四个目的应该也算是一个 附加的一个行程 因为我抵达南沙太平岛的时候 是当天上午大概六点多 当天海巷事实上是非常良好 所以我们岛上的指挥官就建议我 是不是先到我们太平岛 大概距离三点多海里 就是位处在我们南沙太平岛 跟越南的据点 敦迁沙洲中间 有一个中洲礁 那也是属于我们的领土 所以我就听从我们南沙指挥官的建议 我们先放小艇 我先登上中洲礁 在那个地方 跟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我们留下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当然这是海巡署能力所及 我们认为在南海群岛 这个主权的宣誓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中洲礁逗留一阵子以后 我们再登太平岛 基本上大概此行 就是这四个主要的目的 署长这是您第一次到太平岛吗 我到太平岛 不管是有空中 不管是有海上 我去过好几回 我们一般听众朋友 可能比较少机会到那个地方去 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 岛上的状况大概怎么样 太平岛它距离高雄 大概有860海里 860海里就相当于1700多公里 我们平常通常就是从屏东 搭乘这个西腰山洞 往南飞的话 大概要飞四个小时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如果我们搭这个西腰山洞的飞机 说飞了四个小时 下了飞机 还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是心灵上很震撼的一刻 那么搭船 以这一次我搭乘高雄舰 我们用20节的速度 大概也要跑个两天 大概45个小时左右 南沙太平岛基本上 它在国际海洋法上 它纯粹是一个天然岛 国际海洋法上所称的这个岛 就是说海水满潮的时候 脏潮满潮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岛端 而且这个岛上它有淡水 它可以适合人居 它也有人类的经济活动 比如说植栽 有一些动植物 太平岛基本上 这些要件它都具备 所以它在南海群岛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岛 它岛上一切的这种 基本的民生概况 一应俱全 所以事实上太平岛 我是认为 在当今南海各国 在深所的时候 南沙太平岛真正是 我们中华民国 非常珍贵的一块瑰宝 目前我们岛上是 大概有一百多位人员 熟住在那边 现在比较特殊 因为码头在新竹 所以上头还有一百多位工人 那么包括海军 包括空军的友军 岛上现在大概有三百个人左右 是人口最兴旺的一段时间 是 所长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太平岛 要新建一个码头 那你可以谈一下说 目前的这个新建码头的进度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这个码头 如果照我们实陈的规划 它是在今年年底要完工 那目前为止进度 稍微有一点超前 大概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 那么如果一切顺当的话 大概可以提前 提前个各把月 大概可以提前 十月十一月的时候 是 那它完工之后 大概可以停留 大概是多少这个 顿级的一些船间 可以停靠的 这码头我们大概就是 当初的设计 当初的设计 大概可以供两千顿级 两千顿级的这个大型件 来驳靠 但是驳靠基本上它还是属于临时性的驳靠 是 那么长期的规划 我们大概是以一百顿级的这个舰艇 在那个地方可以长期的驻扎 因为舰艇你是临时驳靠 还是长期在那边驻扎的话 它要看码头上的暗水暗电 因为舰艇你不可能长期要仰赖这个舰上的 这个基本的水跟电 所以暗水暗电是非常重要 那么目前南沙太平岛 它这个码头的规划 临时驳靠两千顿级没有问题 大概待个三五天 一两个礼拜 靠那本身的动力 这是没有问题 但是一百顿级的话 我们是规划可以长期在那边驳靠 那么纵使如此 因为南沙太平岛目前要登岛 大概都是我们的大舰 在南沙太平岛的外海 它先锚驳 然后用小艇来接驳 可是如果码头竣工以后 那我们的大型舰就可以直接 进到南沙太平岛的码头 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用小艇来驳靠 人员各方面物资的运送 都会比较顺单 会比较安全 是 苏长你刚才提到 目前的工程进入 大概完成了八成以上了 可能会提早来使用 目前我们规划当中 有没有说会有更高层级的 政府官员来出席码头的主持 这个仪式 开幕仪式 南沙太平岛码头的进攻 我个人认为 它是一件不算小的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说 心里头盘算 请哪一位高级长官去主持这个进攻 但是我相信到时候我们应该会规划 至于我们敦请的对象是谁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琢磨的阶段 还没有确定 不过前几天报道有爆出来 就是说毛总统也可能不排除会去出席这个仪式 总统讲这一句话 基本上我想跟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题目 中间应该不算是有必然的关联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是 好 书上我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今年的6月6号 我们这个高雄舰跟这个宜兰舰正式成军了 那也是目前我们这个海巡署最大顿级的这个巡防救难舰 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个高雄舰跟宜兰舰他们的这个配备是怎么样 它是足够去升任这个所谓的护雨的一个任务吗 我这两艘舰基本上是非常先进的大舰 要实践这个护雨的任务 那是一点都不成问题 绰绰有余 它这个舰上比较先进的设备 我大概跟我们亲爱的这个听众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这三千顿级两艘 一艘宜兰舰一艘这个高雄舰 它那个船手 我首先从这个船手开始介绍 它配备有我们中山科学研究院最新研发的 40快炮的系统 什么叫40快炮 因为它的这个射控系统完全是电脑控制 所以它的精准度几乎几乎可以达到百分百 因为以前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大舰 两千顿级的大舰 它这个船手的这个207炮 以前的207炮基本上它是人工操作 所以精准度比较不理想 但是现在中科学研发这一套40快炮 它的射控系统完全有电脑操控 就是非常先进 自动化的 自动化 那么船尾呢 我们有配备207炮 是 207炮 三千顿级的这个巡防舰 它有一个最大的卖点 就是所谓的water cannon 水炮 主持人应该还记得几年前我们苏澳渔船 在海巡署的舰艇的这个带领之下 前往钓鱼台去护鱼 那一次的护鱼虽然很成功 可是回来以后 有国人好像就批评说 海巡署这个舰艇上的水炮 跟这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比起来 好像不怎么微 大概距离呢 还有那个近道 都没有日本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个水炮 来得远 来得近道猛 那这一次 我们两艘三千顿级的这个大舰 我们上面的这个水炮 就是6月6号成军当天 我们马先生 马总统 也亲自参观这个水炮的实地潮沿 它可以它这个最远的这个喷射距离 可以达到120公尺 而且力道非常之强 360度它可以自由的来操控 这水炮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设计 另外三千顿级的大舰 还有一样可以向我们国人来介绍的 就是它这个舰尾 它有飞行甲板 它可以供这个直升机 救难直升机起降 我们在6月6号 两艘大舰成军的当天 我们也在左营的外海 实地进行这个直升机落舰的潮沿 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成功 这个大概就是两艘大舰 值得跟国人介绍的 几样比较先进的设备 而且这两艘舰也都是 我们自己国家制造的 我们是国舰国造 目前这个船舰上面 他们配备大概是 人员是大概几位 基本配备大概是七八十位 但是边线率大概有八成到九成 那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宜兰舰它是配属在 我们海巡署北部地区的机动海巡队 它主要巡逸的范围 大概就是国人比较关切的 钓鱼台海 那么高雄舰它是配置在 我们南部的机动海巡队 那它主要的这个巡逸的地区 就是台飞重叠的专属经济海域 那它还要负责东沙南沙的 这个碧海专案 大概它的范围是如此 是听起来这个两艘船舰 都是目前我们国内设备 最新最强的一个 巡防救难舰 对不对 那我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说是好像是从台湾出发到 夏威夷就完全都不用 添加任何的油料 对不对 高雄舰跟宜兰舰 我的了解 它的续航力 是 可以达到一万海里 一万海里 那么一万海里 我们换算成公里数的话 大概就是 18520公里 那么它船上所有的配备 包括人员的补给 饮水 食物 大概30天没有问题 是 所以如果到夏威夷去 再整补的话 应该是来回 30天应该是没有问题 设备真的最新的效率 绝对可以应付 这个炎阳的巡护 是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 从1956年开始 就已经在这个 太平岛上面 驻守了人员 那不能是从这个历史 或者是地理的位置 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是拥有台湾的主权 身份都是都不用质疑的 那可以请您谈一下 他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 就是主张我们自己有这个主权之外 包括这个中国大陆 菲律宾 还有这个越南的周边国家 也各自主张他们拥有这个主权 那常常也是因为这个主权争议的问题 衍生出很多的余权纠纷 那造成这个南海紧张的局势 那可以请您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巡署 在这个南海互渔任务上面 我们的立场跟标准的处理程序 是怎么样 这个可能要先从1947年 那么中华民国公布第一批领海基线开始谈起 1947年中华民国公布第一批领海基线 那个时候就很清楚的主张 就是在南海的U型线里面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成的11段线 中国大陆它是后来改成9段线 可是1947年我们所成的南海U型线 是所谓11段线 就U型线以北的南海各岛域 我们是主张所有的海域都是我们的领土 当然国际法上的领土 它包括领海领空跟领土 所以包括整个U型线以北的南海主岛的水域 都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这个是无可置疑 这个在中华民国宪法上规定的清清楚楚 这是领土的主张 我们是寸土不让 这是第一个原则 那么南海目前海巡署虽然说有弟兄驻扎在岛上 可是以前你刚才所称的1956年 那个时候是陆战队 有军事的色彩 那么后来为什么会改成海巡署的弟兄在岛上驻扎 它就降低军事的色彩 基本上海巡署是一种属于民间性质 它是互语的作为 所以降低这个军事的色彩 这也就是我们总统马先生 他最近所提倡的南海和平宣言 他既这个东海和平倡议以后 他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 他有一个基本的精神 就是主权在我 就是没有意义 可是我们各自正义 再来和平互惠 共同开发 你与其说各国在那边用武力 用拳头在那边深锁 他说这是我的主权 比如最近中国大陆 他在永暑礁 在主臂礁 他在填海造陆 甚至扩建这个机场 那么越南菲律宾都不遑多让 在大家用这种拳头比大小的同时 我们马总统 他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 你与其大家剑拔农张 为什么不把主权争议 我们先搁置下来 平心静气 我们来创造双赢 因为那个地方 游园各方面经济的开发 都有他无穷的潜力 大家把主权先搁置 共同来开发 共同来享有这个资源 不是很好 所以马总统的南海和平倡议 他一提出来之后 美国第二天就有反应 大家赞扬 这是一个非常个idea 跟东海和平倡议如出一次 我觉得这个是目骨沉重 不是说我们在拍领袖的马屁 事实上你去南海走一趟的时候 尤其我高雄建这一次 到南海群岛的时候 刚好是三更半夜 大概凌晨三四点钟 其实这一次 我有一个非常impressive的感受 就是说 你到达那个地方是三更半夜 那么在整个海平面上 到处都有灯光 那个灯光是什么 我们的舰长告诉我 左边是阻壁礁 这是中国大陆 他才开发的阻壁礁 右边是南群礁 还有中间的红修岛 再来就是我们太平岛 这三更半夜 岛上是一片灯光 你才会认为说 真的是南海 很多国家都在伸索 这个时候与其搞得剑拔弩张 如果站在共同开发 比较人性化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未尝不是一个新的方向 这是我很深的一个感觉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东海或者是南海 都是亚洲冲突的一个热点 马总统就是像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他在2012年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一个 东海和平倡议 那么也顺利当台日渔业谈判 获得了进展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签订的 这个渔业协定 那么这个协定签署之后 也让这个问题 就是说比较减缓的 那可不可以就您所了解的 有相关的数据来说明一下 就是说马总统在这个 东海和平倡议提出之后 它的成效是真的有所改善吗 有 经过这个101年 就是苏澳的渔船 我们大规模为生存护渔权 就是苏澳那次到钓鱼台去保钓以后 回来之后 当然我们就促成了台日之间 第17次的渔业谈判 那么渔业谈判以后 我们的渔民总共增加了 4530平方公里的 所谓协议试用海域 等于说我们苏澳地区的渔民 出去打鱼的范围 因为第17次的渔业谈判以后 我们增加了4530平方公里 对于这个整个渔民来讲 它捕鱼的范围扩大以后 鱼货量自然就增加 这是第一 第二点以后 从这个协议试用海域生效以后 我举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去年一整年 一直到今年104年 已经6月底 我们计算到6月底 在这个协议试用海域里面 日本公务船 日本公务船 在这个协议试用海域里面 它从来不敢来干扰 没有一艘被干扰 也没有一艘在这个范围之内 被扣押 没有 但是在县外 就是协议试用海域之外 被日本公务船干扰的 那16艘 有16艘 可是在这个第17次 一月协议签订之前 101年到102年 我们的渔船 就是在占定执法线 内外 被日本公务船干扰的 有52艘 那两年一比较以后 减少了36艘 很明显 非常明显 当然我们也希望 因为政府护语 它有一个基本原则 渔船在哪里 海巡署的舰艇就保护在哪里 但是有一个原则非常重要 我们是护语 可是我们绝对不护短 你渔民如果越界 你自己违规 那么被日本公务船带回去 坦白讲 政府眼睁睁看 也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带走 我们不保护 为什么 不护短 这是我们一贯的执法的立场 而且是执法的铁律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邀请的是海巡署署长 王冲一 王署长 来跟我们谈谈这一次 碧海操演的目的还有任务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在广告过后 再请署长来继续跟我们谈一谈 海巡署如何在东海 以及南海区域捍卫我国的主权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 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即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如果错过了当天播出的精彩内容 也没关系 我们将早安台湾 两岸ING 台湾APP节目 保留在YouTube网站 只要搜寻RTI央广精选节目 就能够随时重温 节目精华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 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是阳光 向台湾之光 穿透世界之窗 是阳光 向声音脂肪 环绕地球飞翔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焦点APP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的是海巡署署长 王崇仪 王署长 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碧海操饮的目的跟任务 那么以及政府对于护鱼的态度 那么继续想要请这个署长来谈一谈 就是说 相较于这个东海的情势 这个台湾渔民在这个南海作业的时候 还是时常遭受到这个飞国军方的干扰跟扣压 那包括我们前阵子这个小琉球级的渔船 明镜才6号 遭到这个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持枪登舰这个挟持 那么另外这个6月初的时候 也发生过我们的船舰跟飞国的这个巡防艇相互对峙 那么可以请您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政府在对于这个东海以及南海主权问题上面的立场跟态度是什么 那么海巡署在这些地区是怎么样执行捍卫我们国家的一个主权 台飞之间这个重叠的这个专属经济海域 最近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5月25号 我们明镜才6号 照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上保安队的公务船登检的案子 那么月底的时候又有一艘我们的东港籍的渔船 也是在我们渔船作业两界线遭受这个菲律宾公务船的追逐 大概从5月一直到6月 也发生过三四起类似的案件 比较严重的就是5月25号 这个明镜才6号这个案子 当时我们的线上的同仁就是基隆舰 600吨级的基隆舰 他刚好在附近 那么他赶过去的时候大概花了四十几分钟的时间 到达现场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的渔船已经被菲律宾的公务船 有6位 有6位他们的海上保安队的人员已经登上我们的渔船 而且把所有的船员都控制在船手 当时情况是有一点紧张 我们的基隆舰的同仁 我必须非常非常的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 他们无谓风浪 而且那个时候是三更半夜 月黑风高的时候 我们的同仁放小艇 我们就跟菲律宾海上保安队的这一些执法人员 我们就展开斡旋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既然我们的渔船是合法出海捕鱼 而且它是在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规定的 中华民国渔船的作业南界线以内 就是北纬18度以北 既然是政府所规定 你可以放心捕鱼的水域的话 海巡署保护我们的渔民 天经地义 所以我们尽一切可能 我跟我同仁下令 这一艘渔船 你千万不能让它带回去 你就拼死了 你要把渔船安全的保护 这是我当时给我们同仁的不二铁律 不能打折扣 我们同仁事实上也是尽心尽力 经过一阵子的斡旋 然后因为我们的基隆舰 它是600吨级的大舰 相较于菲律宾的公务船 大概130吨 双方在那边对峙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以礼服人 我们当然讲这是中华民国的territory 我们绝对不放弃 而且绝对不苟且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菲律宾看看无计可施 它只好最后他们就回去了 我们也很顺当的把我们的渔船给保护回来 这是基于这种主权的宣誓 政府的一个态度 既然任务交到你海巡署的身上 我身为海巡署的署长 这是我择护旁赖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我主权的问题 我是寸土不让 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我很欣慰我们的同仁达成我的使命 就是我们站得住脚 我们一定具有力争 但是也有类似 也有其他类似的情况 只是怎么样 我们的渔船确实违规 它是在我们渔船作业拦戒线之外 被菲律宾公务船追逐 自己扣押的时候 我们纵使眼睁睁看它被扣押 但是我们怎么 互与不互断 因为是你自己违规 这也是有的例子 所以海巡署执法的态度 清清楚楚 尽未分明 是 所以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 就是说马总统在提出 东海和平倡议之后 台日双方就已经签署了渔业协议 那么根据了解 这一次马总统在提出南海和平倡议之后 台非渔业协议谈判 好像也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很可能会在今日内就会签署架构协议 不过现在好像还没有 部分的内容好像还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可以请您谈一下 就您目前的了解 我们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有哪一些 这些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渔船 在南海的作业的一些问题 台非渔业协议的签订 它主要目前碰到的障碍 大概是因为台湾跟菲律宾之间 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 就是国际法上所称的EEZ 就是说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就是专属经济海域 他们有overlap 两国之间重叠 而且重叠的情况是非常之严重 事实上在国际海洋法上面 一个国家12海里 那是你的临海 相当于临土 临海基线24海里 就是12海里之外的那个12海里 那个是所谓的临阶区 临阶区 那么临阶区在国际海洋法上的观念 它不是主权 它是一种主权的权利 事实上你临阶区 菲律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认为24海里也属于它的领土 那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因为违背国际海洋法的规定 24海里那是所谓临阶区 它不是12海里的领海 菲律宾它是用国内115号命令 它用它的国内法片面来解释 24海里是它的领土 是它的领海 这个东西如果是依据它24海里的主张的话 那我们政府渔船作业栏界线 就变成它的领海 那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民进财6号最主要的争点就在这里 它刚好是在菲律宾24海里之内 可是是在我们政府渔船的作业栏界线里面 24海里它要主张是它的领海 OK这我们不能接受 对不起 因为违背国际海洋法 那双方就是就这个问题 好还有起见 那当然这个要化解 这个如果不化解 双方不能够很理智的克制 各退一步的话 事实上这个协定要签署 可能还要有一番周旋 这是目前比较大的障碍 可是我相信在外交部 同仁的努力 还有渔月署 还有海巡署 各方面的配合之下 应该会有所进展 我们的整个方向是乐观的 目前看起来都是往好的方向 应该是好的方向在发展 是 我请署长谈一下 就是说针对南海的问题 中国大陆跟越南 目前都已经在扩建南海岛礁 对台威胁明显已经很提升了 我可以请署长谈一下 就是说我目前在 针对他们在新建 扩建岛礁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因应的作为 我想刚刚我也跟主持人 跟全国的听众都报告过 事实上马总统 他所提出来的南海和平倡议 就是针对目前南海各森所国 不管是中国大陆 不管是越南 不管是菲律宾 不管是马来西亚 都一样 针对各国森所 所造成的这些剑拔弩张的情势 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我现在可以跟主持人报告 就是说像我们南沙太平岛 我们的弟兄 我们在那个地方 当然整个军事上 我们跟国防部有一些复访的措施 我们上面有40公里炮 我们也要两栋破炮 我们有其他20机枪 榴弹枪 我们都有 可是怎么样 我们是站在和平的角度 在经营南沙太平岛 什么叫和平的角度 以海巡署的立场来讲 第一个我们护鱼 如果有越界捕鱼的 大陆渔船也好 越南的渔船也好 OK我们都对不起 这是我们的水域 请你离开 我们就是用劝导的方式 第二个最重要 救生救难 你比如台风季节的时候 你不管来者何人 你就是越南的渔民 中国大陆的渔民 只要受到台风的侵袭 你没有地方避难 要求上太平岛 在基于人道救援的普世价值 这个大观念底下 我们建立国际救援的角色 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在经营 而且我们在南沙太平岛上 有很多民生的概况 可以介绍给我们各位听众 南沙太平岛 我们自己种菜 我们自己养鸡 像我这一次上去的时候 我们岛上弟兄 用这个南沙太平岛上 土生土长的木瓜 蹲这个排骨 非常之可口 那个椰子 天然的椰子汁 是一年世纪不断的 我们从这个整个 而且我们上面有淡水 我们有山口原生井 这一次淡水的水质 我还特别要求我们同仁 送到国内的权威单位去化验 结果它有75%淡水的成分 当然因为它四面临海 难免会受到一些海水的渗透 基本上它是淡水 我们每天抽42吨的原生井的水 就放在那边沉淀以后 有30吨 同仁可以拿来洗衣洗澡 岛上它确实就是一个天然的 一个天堂一样 所以我们是从人性的角度 然后从比较软性的软实力的法 从人道救援的角色 我们不去凑一脚 说是凑热闹 说剑拔弩张 大家在扩张军备 填海造陆 中华民国的政府 绝对是从人性的角度 来经营南沙太平岛 是 那我们在这个人员训练的部分 也会 人员训练的部分 那是当然 你当然一个岛 你当然要拿出一个最基本的 你所谓防御的力量 所以我们岛上的官兵 不管是官 不管是兵 我们都是受过正规的陆战队训练 我们的武器 基本的武器 还有国防部 他定期到那个地方 辅防 就看看我们的人员的训练的素质 武器是不是精良 战术是不是到位 这个我们跟国防部之间 都有非常绵密的联系 是 我们有跟国防部做一点配备 当然 就是加强训练 还有战备的部分 我们无一偏废 是 那我们想要请教署长 就是说 针对中国大陆常有渔船 越界来捕鱼的问题 目前海巡署在执法上面的态度是怎么样 中国大陆越界捕鱼 海巡署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加以取缔 我必须这样讲 以往我们在对付这个业界捕鱼的中国大陆的渔船 我们大概就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处当罚还 5万块钱以上 20万以下 可是这种制度 这个措施 头一两个月有效 两个月以后 越界捕鱼的这个船老大 他把这个罚还的金额 例如他成本靠两岸 所以常常可以见到我们的同仁千辛万苦抓了一艘船 船都还没有靠岸 他已经在岸边把钞票述好了 准备好了 就脚钱放人 回去以后马上由业界捕鱼 第二天又抓到 抓不胜抓 罚款越多 越界的越来越猖獗 我从去年12月8号 我接掌海巡署以后 对不起 因为我以前是干了三十几年的检察官 我是本于对于法律的确信 我大胆执法 我要求我们同仁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赋予你对付越界的中国大陆遗产 他不止只有罚钱了事 他扣押以后他可以怎么样 流制调查 他在没入你的遗产 后来我们就从这个流制调查 这个方向来处理 流制调查法律给我的上限是三个月 所以我们建立这个流制调查以后 有一个数据值得跟主持人报告 以前我们流制调查的平均日数 大概1.5天 但是我们后来改弦更张以后 流制调查的平均日数将近一个月 不自由物临死 人最怕失去自由 他宁可缴巨额的罚金 他也不愿意多做一天 多做一天这个流制调查 所以这个成效斐然 最重要的 我们从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的5月 越界捕鱼的中国大陆渔船情节重大 你比如说毒电炸鱼 或者是走私 或者是妨碍公务 我们同人去取地的时候 他抗拒的情节比较重大的 我是连船都没收 我已经没收5艘船 没入 而且第一艘没入以后 我们是当众给他砸毁 金门县政府是当众给他砸毁 这收了很大的喝足效果 现在我几乎很少看到我们同人 带我一艘渔船 为什么 根本不敢进来 在这个限制水域之外 躲得远远里 不敢进来 所以这是看你执法的态度 这我不苟且的 我要求我们同人见急旅急 这个不能放松 我们渔民的生计因为这样子 渔获量大增 这真的让我们渔民的朋友 真正有感 这是海巡署目前的态度 就是我们在态度上面 变得更强硬 但是我要求我们同人 依法行政之余 不能难权 而且你要尊重 他的法律上的保护 所以最近也有大陆 越界的渔民朋友 他认为你海巡署 是不是因为态度很强硬 他也提出诉论 我说OK 我非常欢迎 我的执法 你认为如果不服气 你疏愿 我让中华民国的 最高行政法院去裁判 到底我海巡署 对不对 我们一切走的是法律 所以要求我们同仁 本于自己对法律的确信 你就大胆执法 还是有给他们一个 申诉的管道 当然 一切就是一个 我们的保护跟国人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是一个民主的方式 这点很重要 书长您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之前有保护保钓船出海 去执行他们的一些事务 我不知道在这段时间 中间我们在海面上 没有遇到其他状况 比如说护鱼的方面 有没有一些紧张的侵蚀又发生 护鱼比较紧张 当然就是钓鱼台 跟日本公务团队支 但是政府的态度是这样 只要你中华民国的渔民 你是合法出海捕鱼 中华民国的政府 绝对保护到底 但是以前就是 有很多人走在灰色地带 他坐着个海钓船 就是所谓娱乐乐渔船 他的名义是说 我出去海钓 就是以前保钓 那个联合号或者怎么样 海钓船出去以后 他不去海钓 他往钓一台跑 他要去保钓 这个时候政府 当然基于国人的安全 我们要保护他的安全 所以有几次就是 在钓鱼台的外海 跟日本公务船对峙 但是我可以跟主持人报告 面对主权的争议 海巡署寸突不让 因为钓鱼台传统上 从地理从历史 中华民国的领土 毫无疑意 主权的问题 纵使我们跟日本公务船 对峙的时候 两国的渔船对峙 公务船对峙在那里 我们用时间换空间 什么意思 透过外交卧选 跟日本政府周旋 是 双方都很理智的对谈了以后 同时向后转 结束这个对峙 国格的问题寸突不了 是 我们连向后转都不会快大一秒钟 关于国家主权的问题 绝对不退让 当然 是 所长这一次马总统 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图书中当中 他有强调就是台湾已经 做好准备 要跟这个南海其他的申索方 进行这个所谓的和平对话跟合作 那我不知道目前我们的海巡署的准备状况是怎么样 有相关的这个政策或者是一些作为吗 海巡署基本上它是一个执法的单位 当然我们政策上的方针是在总统南海和平学院的这个架构底下 我刚刚跟您报告过 我们建立人道救援的角色 是 我们从和平的角度出发 至于你说海巡署在这个整个南海行为准则 跟邻国对话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我必须如实跟你报告 这海巡署不是外交部 我们只能够就行动上 就我们的法定执掌上 我们从人道建立 从和平经营的角度 在法定执掌的架构之下 定我们海巡署一份责任 好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海巡署署长 王丛颖 王署长 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碧海操演的目的以及任务 还有政府对于呼吁的态度是怎么样 那么马英九总统在日前也特别提出了南海和平倡议 希望以各自主权争议 共享资源开发的方式 达到促成南海区域和平的目的 那么相信这一次台湾最大顿级的巡防救难舰高雄舰 在首航南沙太平桃之后 对于我国宣誓主权也有特别的意义 那么今天在这里 要特别谢谢王署长抽空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一次的任务 那么还有政府对于呼吁的态度 谢谢署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